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 二 一 最后的淘汰将在您当中产生 哈喽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蘑菇街宝藏美妆师 买国货美妆 上蘑菇街专业主播帮你挑 本节目由超划算的蘑菇街APP 独家冠名播出 大女是因为个人原因无法继续接下来的比赛 接下来我们的比拼 你们要回归到个人状态了 我们的赛程过半 挑战也将继续升级 经历了个人战和团战之后 我们将迎来的是魔王踢馆赛 大家看到现场新增了两个位置了没有 就在那里了 有男的吗 那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大魔王已经在这儿了 有男的我就再把他踢出去 炮你了 到底是哪两位大魔王呢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出我们的超然和于于 欢迎两位 大家好 我是于于 是一名您命后的时尚彩妆师 目前也在探索人体彩绘领域 曾担任众多品牌的妆发总指导 最近呢 有为张一新代言的 新品系列广告 做妆发设计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超然 目前是一名商业化妆师 工作之外呢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尝试妆容创作的人 超然的作品给我的感觉 它就是一个偏向于时尚类的化妆师 有自己比较明显的个性 创意也是非常棒的 欢迎两位 请先落座休息 我都懵了 我说完了 来了俩那么厉害的 心里当时特别慌 一个是比较专业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研究人体彩绘的 就觉得都好厉害 女生就感觉挺清冷的吧 挺有气质的 男生挺可爱的 就很像小羊羔那样子的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魔王踢馆将使用到的赛制 魔王踢馆赛将分成两轮来进行 第一轮是为1v1的battle赛 两位踢馆魔王将与原来的五位选手 通过互选的方式 形成两组1v1对战 赢者直接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 首轮失败和未互选成功的选手 将通过第二轮的主题比拼 排名末位的选手 今天将会面临淘汰 那让新来的朋友就一轮游也不合适吧 手底下见真章吧 来就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的是 我们的互选环节 你们双方要通过互选卡片上 来写下你们想要battle的选手姓名 若踢馆选手与原有选手 互选成功则视为一对进行battle 若未能互选成功 则由踢馆魔王通过抽签的形式 来决定最终battle的对象 我觉得他擅长人体彩绘的话 他应该很厉害 所以我就选了超然 超然是说他是偏创意的 我自己也比较喜欢 化一些创意妆 第一反应是跟他battle的 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个卡片收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的是 我们的两位踢馆选手 他们会如何来选择呢 于于 你的选择是 张传博 你因为看了前几其他的节目 感觉他是最厉害的 再来看一下超然的选择是 张传博 一方面我是男生 我肯定要先写男生 他是专业化妆师 相当于我就是冲着他来的 张传博选择的踢馆选手 是哪位呢 张传博 你的选择是 超然 其实我没多想 但是我是觉得选男孩一起PK 是不是感觉更顺其自然一点 好 也请我们的于于一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来进行选择 好 于于选择到的是 高文进行DV1 Battle比拼 我当时的OS就是 还是躲不掉 那我们这一轮的比赛呢 也是有一个主题的 还是请罗老师来给我们公布一下 本轮考验的主题呢 是老洞大开创意妆容 我们这个创意妆容的核心呢 就是口红 今天我们挑选了两支闲置率比较高的口红色号 一个呢是芭比粉 另一个是口蓝 那我们评委团呢 将从化妆的技能 化妆的整体性 以及想法创意三个维度进行考核 最终两组当中呢 各有一名选手直接晋级 超然和传播呢 我给你们的颜色是口蓝 于于和高文呢 是我们的芭比粉 传播老师说他想要那个粉的 我打从学化妆的时候开始 我就不是很喜欢用蓝色来 画整个妆容的这个色调 因为我觉得蓝色不是很上镜 画完妆 我觉得口蓝还挺好看的 芭比粉我之前没有画过 我觉得这种颜色 其实在平时画创意还蛮常用的 他们非常的顺手 我好多年前画模特的时候 我也有 这个很吓人 现在是新生代的审美 确实零年后我们可以更新换代一下 姜还是老的辣 既然大家已经互放狠话了 接下来就赶紧进入到我们的1v1 搭手环节 等会儿这个死亡色号挑战 对模特的唇部要求挺高的 我得用一个唇部打底 我跟你说 这里有一个超好用的 这个给你 这个给你 这个我试一下 这个色号好好看 有没有 上嘴超水润 秒变嘟嘟唇的感觉 这个好像是塔兹兰的有色唇部精华吧 对 我给你看 这个里面添加了海绘香的精粹 能让你的嘴巴水润一整天 现在去蘑菇街购买的话 还会更划算 都给你了 好的 我等一下给模特试一下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一小时限定色号创意妆容设计 60分钟的考核 现在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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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上有涂过东西吗 涂了防晒 涂了防晒 那我可能要给你擦掉 眼睛 你打个底 看一下 我先想一想 芭比芬我之前没画过 我当时脑袋就是蒙的 这个长子上三个专业化妆室 我吓人了 我拿一个刷刷 眼镜 粉色不是比较甜美可爱吗 所以我就想到在眼部画一些设计 我想说画一些比较夸张的荆棘图腾 这种东西 去让它很张扬 因为我就是想说是芭比粉的那就把刷椅玩到底 它都芭比了那它肯定是一个比较童真的东西 整个妆是一个童趣的感觉 所以说就选了圆 然后上面做刷椅 然后来组成一个星球这样子 我已经看见鱼画那个是啥了 画了一个星球 看到那个星球的时候 没有让我眼前一亮的感觉 鱼它很适合做互联网 就是在一年前的我会选择的风格 我们新来的两位踢馆的老师 不管是从长相、气质到言语上面都写得非常的淡定 因为其实这种商业化妆师他本身接触的秀场 然后创意妆其实本身就比咱们的美妆博主要多 他每天画的东西有很多 他接触的有多 我觉得我们这次的比赛对他们两位踢馆的选手是他们占优势的 作为一个时尚领域的化妆师 来到这个节目 他因为他叫宝藏美妆师 他肯定是强调美妆为主 然后我就想要把时尚跟美妆结合起来 在这个妆容高级的基础上让他有美感 在颜色的选择上给他尝试了一下银色的眼影 哇 哇 你看这个哇的 哇 感觉他是罗奥斯这种学校出来的就是技术流了 绝对的技术流 好的 现在距离我们1v1比赛结束 还有10分钟的时间 我的小梳子呢 我的小梳子呢 重点是眼妆 因为我是觉得纸画在嘴上面 创意局限性太大了 所以说用它来画眼妆的话 可能发挥的空间大一点 就这样的手工具限量是非常大 不准硬用箱子 没戴梳子 这头被人弄不上去 不准硬用 弄不动 好 距离我们第一轮比拼 倒计时还有三分钟 没胶 没胶 我要弄一下你头发哦 老师 我画完了 哦 你眼睛 这样吧 走吧 现在倒计时还有三十秒钟 压力给到两位踢管选手 坐吧 OK 我们走吧 好 最后一位我们的超然也完成了 好 接下来我们会给每位选手 每人三分钟的时间 向评委老师来进行妆容理念的表达 那首先我们有请超然以及传博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首先模特的脸型是偏圆的 所以我会用一些伶俐的线条 体现一种它的力量感和一个反差感 大的色块 把它这种反差感体现出来 然后我觉得这个银色 是比较一个先锋的颜色 它的妆容上我也稍微做了一些剪法 没有给它处理睫毛 因为我觉得它脸上的妆容 其实已经蛮多了 我希望就是能体现每一个女生 她不一样的一面吧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 灵感是来自于法式的复古感 我整个用的调性就是蓝色的眼线 然后跟眼影配合这个唇色 然后刚好碰巧我有这样一个发菇 更能把这个整体性融合的复古一点 然后我想让它看起来更欧美一点 所以说我觉得毛发还是要更浓密一些 我还把睫毛贴了 然后让重点还是在眼睛上 超然的这个妆呢 把整个颜色的这种处理 包括大家刚刚的描述 对于色彩的这种搭配的形式和方向 我觉得处理的是很好的 在这里面它们两个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超然有把唇做了一个质感上面的一个变化 那我觉得唇的形状上面 如果能够更加的薄满一些 我觉得它在整个精致感上面 会显得会更好一些 就是整个它这个妆面 就感觉你创意的非常大胆先锋 尤其这个银色的 就是跟这个蓝色搭配很协调 然后我觉得 全部的这个部分的颜色运用的话 是用了一些深浅不同的这个蓝色来搭配 我觉得这一点上面是非常巧妙的 所以你的这个处理方向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你的眼线的这个呈现方式 你的这个单一的蓝色眼线 如果里面还有一条黑色的眼线画出同样的形 我觉得可能你的这个妆的创意感上面 和整个丰富感上面就会更好 整体的这种出来的这个效果是真的非常美 但是在创意方面就没有像就超然他这么大胆的先锋主义 好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罗老师和季老师两位稍微商量一下 我以下午在座的各位 你们觉得 差不多吧 那我俩应该算 其实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差不多 对差不多 就是在这个上面 就是稍微有一点差 对 那我们综合下来的话 就是大家的化妆技能和化妆整体性 其实没有什么样子的差异的 那我们在这个评分上面的差异 来自于想法创意这个部分 超然这个妆容会更深一筹 好 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我们的魔王超然 踢管成功 直接晋级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于玉和高文 有请 这个妆容的灵感来源是鬼马精灵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做了一些可爱的圆和一些星球 旁边的那一圈光环也是贴的钻 这样子的话整个妆面在灯光下面会有一种浩瀚星辰的感觉 然后嘴巴的话是做了一个偏光的调整 它会更有层次感一些 我拿到这个粉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做一个类似于秀场一样的妆容 所以我用粉色去画了一些类似于荆棘一样的线条在眼睛上 用了一点小的那种珠子 这个珠子它是有一点偏光的 最后剩了一点时间我用在了这个胎毛刘海上 弄了一点这个小造型就是会更加的完整一点 首先是鱼鱼的作品啊 你的童趣虽然能够很直观的让人感受到 但是它稍微单薄了一点点 那我觉得你可以在整个色彩的运用上面再多一点点 整体的妆容我不是那么满意 我看过你的作品 之前的作品都是一些彩绘 但是这个就不太像你的作品的感觉 高文他今天所呈现出来的一个 是跟他遗忘所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 对 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很惊喜的地方 那唯一我觉得有一个还欠缺考虑的地方是 如果你的眼睛周围的线条画得再纤细一点点 我觉得跟你的整个造型上就会更好 我觉得你如果把它整个把眉毛全部盖住 然后或者刷白 然后再放一点你那高光就是更漂亮 好 我们两位老师都给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 那两位老师进行一下讨论 创意我是觉得还是很高的 我画两号 整体性我觉得高文的也还挺好的 我也可以给28 但这个我觉得不怎么样 OK快差不多 也可以公布了 那整体的这个下来以后 我们会觉得不管是化妆的技能 以及妆容的总体性 以及想法创意 都是高文的相对在这一次表现得更好 希望鱼鱼能够再加油 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惊喜 那我们的魔王踢馆赛呢 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过败了 接下来我们剩余的五位选手 也要打起精神了 首轮失败的传博和鱼鱼 将和未互选成功的 我们的七七美文还有儿语 一同进入到我们第二轮的淘汰赛 排名末尾的选手将会被淘汰 第二轮的考核呢叫做 线条妆创意挑战 请我们的五位选手 选择任意的线条元素 进行自我妆容的整体设计 评审团将从化妆技能 化妆整体性和想法创意 三个维度进行打分 我都懵了 我说完了 因为我是最没有美术工地的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 我们的第二轮比拼 线条创意妆容挑战 美是自由的态度 爱美就上蘑菇街 专业主播帮你挑 活活美妆任你选 热门单品超划算 卖活美妆就上蘑菇街 接下来一小时的线条创意妆容设计 现在开始 但我觉得传播应该是画最快的 因为她不用卸妆呀 我觉得对她还是有挑战的 咱们这一次 我这个卸不动了 琪琪用了一个神器 那其实也能改变就是模特的眼睛形 形状 对 感觉大家都在自己的眉毛上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因为脸上最明显的线条就是眉毛 就是眉毛 对 所以你在眉毛上面去呈现线条的创意 它基本上是不太容易出错的 我觉得其实勾成边也可以 哦 勾成边 对 比如画的红色成那种黑色的眼线皮 勾成边 就拿到的时候 以线为主题延伸嘛 我觉得我更偏向于一些艺术的创作 这鱼跟上一场就完全不一样 它这一场翻开了 觉得现在很厉害 00后的小朋友的创意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线条 所以我选择了自己看过的 越南调香师的图案 以及青绿的山水画 美闻的那个 就是有点像你上一场画的那个 就是八笔粉的那种感觉 它有一点那种感觉 它像一个闪电 对 我的第一想法就是闪电 曼森她有个妆也是红色的闪电 稍微致敬一下吧 其实挺好看的 创意妆其实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特色 对 有的人是那种很就是很一致 有的人就会很反差 那种反差是她觉得在我当下和生活中 我不能够企及的东西 我一定在我的作品中 把我内心的叛逆表现出来 这就是什么神器 好想知道 这个就是很好收碎法 它的神器好多 对 它是好多神器 这是没想到有用上它们的一天 这又是个啥 我的妈一个竹子 一个竹子 这个太好了 我觉得就是咱们选手或者是美妆博主 他们的箱子就像百宝箱一样 什么都有 总是能变出各种各样的 跟我们的主题创意相符的小物件 我开始搞头发了 嗯 我之前又做了一些DIY的小道具 正好给它用上了 我感觉鱼鱼鱼那脸上贴的 你越来越多 你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有人满了 就觉得你太着急了 现在距离我们第二轮淘汰赛考核结束时间 还有十分钟 因为我在做的过程中 它就会一直掉 七七 有没有金色的液体高光 液体高光没有 但经膜我有 金膜给我一点 全伯那个好暗黑啊 全伯那个好暗黑啊 全伯是画得有点烟熏的 那我觉得好特别啊 全伯给自己画了一个正红色 哇哦 哎呦我的妈呀 全伯这是 这感觉真要上秀场呢 一开始想的就是说要画得强眼一点 厉害一点 不要像每次比较中规中矩 画完眉毛开始的时候 我是觉得 就挺有那个小丑的感觉了 然后加上那个形状也是挺符合的 然后就是一个小创意 在舞台上它确实会非常的夺默 好 其实我们现在完成了自己所有妆容的选手 可以前去我们的定妆室进行拍照 鱼也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妆容 好距离我们本场考核结束 还有十秒钟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请我们现场仅剩的两位选手 七七和耳语停下自己的话笔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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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耳语也已经完成了 好 我们现场的五位选手呢 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创意妆容 接下来每个人有三分钟的时间 表达他的创意理念 首先我们欢迎到的是张传博 欢迎 感觉这是我们到第五次比赛了最大胆的一次创业 我一开始想的是说 我仍然只画个眉毛之类的 罗老师那儿一定还不够 好 我们现场的五位选手呢 其实我那会儿一边画的时候一边有的想法 我在画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在想象我戴上这个面罩的感觉 脑子里面就浮现小丑的状态 我是为什么画这个红唇 就是想结合我的感觉 下面的三角形也是小丑的状态 对 为了迎合这个感觉吧 我就觉得挺像是我们这个行业 感觉表面很光鲜亮丽的 很多背后的一些心酸啊 可能大家都不太会体会得到 老师也说有的时候妆容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关于眼线的这个部分 还可以做一点点调整 它会跟眼下这个三角形产生冲突 因为你重点要表达的还是眼睛下面这个三角形 能够更容易去带入到你的那个情境 那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这个网纱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华丽感 你的妆容里面的华丽感稍微少了一点 眼睛下面这个三角形 我觉得你可以贴上一点点小的钻在上面 就更加协调一些 罗老师说你这个钻 其实我是觉得 你剪开这个网位置就是有个三角形的 它下面不有三个钻吗 把那个固定到你的三角形就好看了 现在就是有点游离 其他我觉得都蛮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美文 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有请 加油 小可爱 加油 其实我还是更希望自己的性格 可以再多一些锋芒 然后刚好今天的主题不是线条吗 我想说是特别利落的线条 就想到闪电 主基调是蓝色和银色 然后再加一丢丢的黑色的里面 你这个嘴巴偷偷加了 我发现了 你偷偷地加了 当然开始涂的是一个比较灰的颜色 我后面是发现了有一些脱节 就还是再呼应一下吧 这样觉得整体妆容完整度更高一些 我能够感受到你画的这个 确实它跟你原本的柔软的 没有攻击力的这种形象 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但是问题在于 这个线条的 流畅性 对 它的流畅性 干净度这个部分还稍微有点欠缺 是 因为我个人工具没有代购 这也是我一个欠缺的地方 没有带那种偏彩绘装的一些刷子 什么的 如果要画闪电的话 就是的确是不够利落的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确实是没有带到很合适的工具 你可以找像眉目贴 先把这个边缘粘好这个形状 你再画 画了以后把它撕掉 那你的边缘就可以非常的清晰 谢谢老师 那么首先就是我想说 你的颜色我真的很喜欢 但是我是前一个赛段 我就看见就是阿文的那个眼线 其实有一点点异曲同工 我就觉得新鲜感不是那么大 其他我就OK的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尔宇 来到我们的主舞台 其实当时说线条是主题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直线 如果只有一根的话太单薄了 所以我把它加宽了 加宽了就太丑了 然后我就想到了直死清绿 以及越南炙香工人的照片 就用他们的配色去画了这样一条线 这边你们可能能看到有一根眼线 跟一点点的眼线段 这是未完成的画 只是好像没有完成 对 你的这个眼妆所呈现的这种颜色的组合 就很有东方的意境美 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整个底妆的处理 你这底妆处理的不是很真实 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粉底用的会偏厚一点点 让它看上去有一种舞台感 跟你这种偏戏剧感的眼妆 我觉得它们是相关联的 但是在这里面呢 你想要表达的 好像有一种未完待续的感觉的话 从我的角度来看 那我会觉得两个点点有点多余 因为我认为我们在表达创意的时候 就是你表达什么 一定要把这个部分表达得很明确 包括我觉得这个地方也稍微有点多余 这个部分出现它有一种邪魅的感觉 就它们不是那么地协调 就是我跟老师有点 就是这块我还觉得挺好的 因为它有个视觉的延伸感 就包括你鼻尖 包括下唇 没有觉得就是断掉 现在我觉得还挺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七七 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太好了 终于到我了 我今天这个妆容的话 是以一个比较国风的形式去呈现的 那想到线条的话 我第一个就是梅兰主角那些国画 但是这四个里面 我自己是最爱竹子的 我是把它放在了眉毛的位置 因为我觉得眉毛是整个妆容的一个筋骨 是用的水溶性的颜料 因为我觉得眼线比没有办法很好地 要达出风骨的感觉 包括我这个眼型的调整 因为我自己的眼睛没有很往上扬的这种韵味 然后我发现你的头上也有一个竹子 所以我其实原来最早做国风的时候 我会在脸上加非常非常多的元素 但是我想要把自己的元素如何精练留白更多 然后更有一个神韵 一个点的东西在那里 所以我这次也没有选择做太夸张的一个感觉 从七七的阐述里面 能够感受到她想要去表达的部分 在这里面我特别喜欢您用的一个词就是风骨 就是你认为竹子是有风骨的 它是有力量的 首先我要先表达一下 你这个妆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整体完成度非常好 而且妆面非常干净 尤其是当你把头发全部扎完 这颗竹子一插 我觉得这个整个就有了 但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你家耳环赶紧摘了 这个耳环它是个很复古港风的 就跟你这个完全不搭 你一摘了马上就好看了 对 然后现在我就觉得真的非常完美 就很好表扬你 好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也谢谢琪琪 最后我们欢迎到的是我们这次的踢管选手 鱼 欢迎 我今天整体是一个鞋翼的感觉 嘴巴是表实的 脸上的线是虚的 所以是一个虚实结合 眼线是一个直的 串联的花朵它是弯的 弯的线和直线相结合 脸上的话为了增添一些灵动的感觉 我加了一些偏光的材质 然后脖子这块是延伸往下 就会显得侧面会美一些 就是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打造这样子 鱼的这个作品呢 首先画得非常的干净 然后流畅 但在你的妆容当中 你所用到的对比的形式 有点过于太多 分散了你要表达的这个重点 就是每一块我单看我都挺喜欢 但是放在一起 我就觉得我这眼睛目不暇接 我就觉得一处一风景哪儿都有东西 我可能感受得到你想把你所有的那个能力 然后想法给它展现出来 但是就是留白其实真的很重要 就是给别人更多的空间 OK 好 谢谢两位老师对于你的点评 谢谢 也请落座休息 接下来我们给评委老师一点点讨论的时间 对我们这一轮的考核进行一个总结 来咱俩对一下 在总结之前我们不是还有两位已经顺利进行到下一轮的朋友 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什么想要表达的 高文你预测一下本场的MVP会是谁呢 我觉得可能会是七七 因为它的完成度我觉得很高 我觉得大家的创意都各有特色 是我平时化妆想象不到的一些创意 就是没有给你指定的 你就开始做这个端水大事 从我的这个领域来看 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有一点太多了 大家觉得最简洁的应该是七七 但我觉得还是太多了 来 你们说 对 如果我是她 如果我就是一定要选择这个纯色 我会用她刚才那个耳环的颜色去画竹子 然后她的头发是收紧的 我会把她的竹子画到上面去 然后保证她的一个自然的感觉 就是一个搂妆不再去做其他的修饰 这是关于超人的就是想法 idea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罗老师来公布结果 那我先宣布可以顺利进行到下一阶段的选手 首先是超然和阿文 他们是顺利进行到下一阶段的 还有选手是七七 耳语 传播 你们是可以进行到下一个阶段的 那么美文和语语 最后的淘汰将在你们当中产生 其实我个人还好 我觉得谁去谁留 在分享自己的东西 就大的决定我尊重 美文 很遗憾 因为你在本轮比赛当中 对于创意概念以及整体妆容的平衡 有所欠缺 所以你将无法继续接下来的比赛 那么也恭喜鱼鱼 你可以成功晋级 我很欣赏美文 在比赛的时候 然后要去突破自己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事情 他拿到的这个题目是 他比较擅长的领域的话 我觉得他可以发挥得很好 但如果他不是那么擅长的题目的话 会呈现出一种很质愣的感觉 相对而言 我觉得鱼鱼的可能性可能会更多一些 恭喜我们留下来的六位选手 然后也请美文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我们的小甜心 本来今天想突破一把的 是的 首先我是很高兴自己可以来参加这一次比赛 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给了我一些建议 有学习到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也可以认识这么多特别好的朋友 拜拜 也没有很遗憾 在这里也是收获了很多友谊 然后也是进步了很多 也是算不虚此行 就是很温柔很乖 然后我都管他叫小可爱 然后他说话慢慢的 一起相处得很开心 我想对他说就是 你永远是我心里最可爱的小甜甜 我相信你以后肯定会越来越棒 拜拜 拜拜 我觉得我们每个女孩除了可以更好地做自己 我觉得也可以勇于地突破一下自己 不管是化妆还是生活的各个方面吧 哈哈哈 那么接下来呢 又到了我们公布MVP的时刻了 上蘑菇街买国货美妆价格超划算 进入蘑菇街APP 即刻购买品质国货卡兹兰 卡兹兰与你一起见证本场 宝藏美妆师MVP诞生 本场的MVP就是 谢谢 七七 恭喜七七 整个完整度 呈现出来的一个美感 我觉得是在所有的 选手的作品里面是最突出的 在那么多人画那么多的颜色 在脸上的时候 他那个清新脱俗 然后一眼就看中了 特别抓人 那我觉得很意外 因为这个真的是我 花了三年才想通的事情 去剔除掉那些多余的枝芽 才留了今天这么独树一帜的 最好的这个展现 恭喜七七 我们本场的MVP化妆师 获得在蘑菇街APP新品首发的 卡兹兰有色唇部精华一套 柔润自我自由享受 月己之美 恭喜七七 有色唇又精华送给你 谢谢 我觉得你特别需要它 你看你今天画的这个唇纹很深 我们需要一个滋润型的 来改善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 谢谢 经过这一轮的两场比拼 我们非常遗憾 送走了我们的小甜心美纹 但是同时我们也迎来了 两位新的小伙伴 我们的超然以及鱼鱼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节目赛程已经过半了 接下来我们要迎接的是 全新的挑战 希望大家带着对美妆事业的热忱 为大众带来更多惊喜的美妆作品 那我们就下一个赛端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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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国或美妆 上蘑菇街更划算 本节目由蘑菇街APP 我们的视频我觉得看得很开心 但是呢 妆容也有给这个视频加分 就是让我感觉很直给 好 我们现在有请评委老师 来为我们公布结果 好吗 好 观众 大家好 这里是皮皮唇奇 今天呢 我要教大家如何 周边的一个美貌画成这样 在画美貌之前 你一定要确保你的千里削得 是非常非常细的 就是要很耐心的去把它削成一色 小刀锋一样的感觉 当能画出这种特别特别细的线条了之后 就可以又上脸画了 我会在眉毛画三根线作为一个基准 眉毛的前端走势 眉中的一个平缓度 还有眉尾的一个走势 接着的话我们就将这三根线 进行一些穿插 跟它去做一个交汇 接着呢可以在眉头以扇形的方式去画一下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将它们以小毛流的形式 去这样子填补成一根一根的感觉 之后呢你用眉刷把它们均匀的给刷开 眉毛的交汇处它是最深的 所以我会用这个笔画一根最深的一条线在中间 感谢新浪新闻 Zeker 成果舆论 影视聚焦 治愈APP 治愈APP 华语之声 环球在线 The News 中华万年力 金木 闪蒙的大力支持 就是它们有很大的区别呢